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陈学敬陈老师 真的是非常感谢 这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的 一个支持跟爱护 在新的一年里 在这个地方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兔年行大运 那如果说你觉得 老师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影片 对大家有所的一个帮助的话 也欢迎各位按个赞 居守之劳就能够让更多的人 看见影片 如果你有不同的一个意见跟汉法 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一个知道 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脉动的话 那也欢迎各位可以同时留言 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么大兄就会针对大家的一个问题 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剖析跟探讨 那首先我们来看 今天完美的一个封关之后 那目前我们手上会员的一个持股 包括了一个星星 星星这一波 我们加码单已经开新获利换口袋了 那我只留七本单 低成本的一个七本单 持多续报 九趟全胜 这都是我们实战操作的绩效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么蓝电也全数 全数获利换口袋 包括金锐利端安琴 你可以看到跟华琴 哇你看这些都几乎是卖到最高点 那么爱普 爱普我们也是顺势获利了结一趟 但是我基本单我还是续报 这次买回来一百七的基本单续报 那么星星一百一十二点五的基本单 仍然是续报 那亚翔我在之前也顺势获利出一半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 那目前我是留一半的一个多单 那包括智威跟大学光 那再创新高 爱赚多少 看你自己 那资源 我难是持多看 并没有改变 并且我今天 我又带会员朋友 我所定一档的一个股票 把他开头的 把他开头的一档的股票 一档低机器 去转积大成长题材的一个股票 那希望这档的一个股票 应该在年后 至少有机会 有三成五成以上的一个空间 是可以来做一个期待的 所以你会发现 大家兄我们的一个操作 我都是有一分证据 就说一方化 这都是我的一个原则 实在的分析扎实和活力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你会发现我们的一个股票不多 你看大家兄 看的都是连续剧 都是现在是未来市 很多人 maybe 会跟你谈一些过去市 或是会跟你谈一大堆的一个股票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都没有帮助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能够实实在在的来赚钱 我相信我们的一个操作 大家都有目共睹 当然啦 有些股票它涨多了 我获利了结 并不是我看坏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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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 我获利了结 我基本单我续报 爱卜也是一样 我卖掉的目的是因为有长价 长价因为有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 所以我把我的一个会员的一个持股 我降到的一个最低的比例 我把整体的一个持股 降到的一个三成的一个水位 我手上握有七成的一个现金 我在新春开完盘 不论它开涨开点 我随时都可以进场再来减平移货 尤其这段的一个期间的一个变数 我跟他说过了 只要 只要 东方控盘格局不变 只要十日线 手稳十日线 后市仍然是持续 续战 连线的一个看法没有改变 当然中间有变数干扰 会影响它的一个新春开完盘的一个开盘 不论开高或开低 开低最好 为什么开低 因为趋势向上 开低之后 它还是会再拉上来 刚好开低我们又有低阶减平 又有一个金贵 所以 我今天因为我持股份 成本相对比例非常低 所以我今天我在 待会里面锁定一档的一个股票 那这是哪一档股票 我相信大家也都不必猜 你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或是加入标普新年地 那边得过Telegram的一个大家族 还没加入的投资朋友 QR Code赶快查查一下 你只要加入 成为我们那个好朋友 你就能够免费拿到这一份资料 前途市井第一名主力标股 完全攻略 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 相信大胸将会是你的一个贵人 这一份的一个资料 我们是独家限量100份 那先抢先银先撞 请怎么样来做索取的动作 很简单QR Code赶快查查一下 在线上做登记 或是你直接拨打这个电话进来 23219933 23219933 跟我们线上领专人员来做一个索取的动作 那今天完美的一个风光之后 展望今初年的一个行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那么短线首稳是日线续占年线看完没有改变 你可以看到之前12月29号 万五之上我告诉你 要怎么样 涨高股涨不动的要获利换口袋 避开千年拉回的风险 然后万事之下市场大家恐慌害怕 我告诉大家 这是要懂得万腰减钻石 乃是寻求低接上车的一个机会 结果你可以看到你都印证到了 万事到五万五之间 只要你懂得的一个做掌握的话 这样先空再多一来一回 赚超过两千多点 这些都是我们这一路以来 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得 那为什么中期只要避开一次的回档 下半年的一个行情将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精彩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那台北股市到底有没有行情 基本上你只要看两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只要强势领军股 能够持续的一个强势上涨续创新高 而且跌生股不再破底 能够接续的一个指纹的一个大涨的一个上来 能够符合这样的一个情境的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台北股股票的一个市场 后市必然还有美好的一个行情可以来期待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的强势股 比如说像中哥游艇高丽啊 这些股票并没有再破底啊 况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是市场的一个共识 你还要提防一次的一个回挡的一个 拉回的一个整理啊 那么下半年的一个行情一定会相当的一个精彩 那我想重点还是在各股 那到底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是值得 大家来做一个留意的 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未来有机会再大涨三成五成 甚至一倍以上的一个实力 会市的一个长龙阳明望海吗 各位亲爱的同事朋友 你可以看到我知道很多人啊 手上现在maybe有些 因为在去年啊到今年啊 很多人去抢进的一个这些的一个 散装行运或货柜行运啊 真的是很辛苦 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这些的股票 如果你高档套牢的你怎么办 为什么我不会去抢 原因很简单嘛 他有没有带量转强上来 没有嘛 既然没有带量转强上来 我们就小所勿动 那你说他有没有终极反弹的一个机会 我认为我认为应该有 只是现在时间还没有到 那么什么时候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时间会到 不论是长龙阳明望海 什么时候时间会到 如果你不晓得的话 怎么样来掌握 你来找大兄 大兄来助你一辈子力 我想这个都很重要啦 有时候出手是一种艺术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才是现阶段最佳的一个首选 基本上可以从两方面来做一个考量 第一个就是要懂得找 库城领先落地 也就是说 我库城去外又一起 而且今年云印 渴望充满成长轨道的一个公司 我想这一块的一个 这一块的一个市场将会是 今年的一大的一个主轴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之前带会员朋友所掌握到的一个滑情 你看这一波的一个滑情 从第一点起算 到这一波最创新高为止 哇 足足的一个让 足足的一个谈呼达到多少 94.3% 94.3% 很多事情都会让你想不到 那为什么他能够谈得一个 这么的一个犀利 原因就是因为虎儿大兄跟他所讲的一个条件 包括的一个 联勇也是一样 你看 联勇也是我们之前带会没有开心 赚钱的一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从地档反弹上来 也都有超过七十以上 也都有超过七十以上 你会发现这些这个股票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特性 就是库存去化优于疫情 那么今年营运可望重返成长轨道 那股价一定会领先市场做反应 再来包括的一个党机体的IP 的一个APP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两趟全胜 那么这一次170 我们的一个加满单开心货率放口袋 基本单仍然是续报 两趟你记得加差合计达到97点 5%97.5块 10兆就要10兆就让你可以开心赚钱97.5万 那为什么这些那个股票 大家希望会看好 因为什么第一季第二季库存调整 将在第一季第二季完成 然后今年第二季可望恢复成长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股票等到你看到恢复成长的时候 其实股价都已经率先 率先大涨一波上来了 等到你看到营收数据好 可能到时候股价又开始要整理了 整理换手过后 随着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回温 景气的一个持续成长 后面股市再怎么样 再涨一波 这就是股市的一个这样 股市的一个伦理已经卖动了 所以谁能够领先看到未来 谁就会是市场真正的一个大赢家 就像智威 你看智威我并没有买在最低 从第一年起算也将谈了将近五成 那为什么我会选智威 当然今天创新高我没有叫你去追 那为什么我会选他 很简单 之前受到疫情的一个冲击 所以带动他的一个股价的下修 获利的一个衰退 但是这些的一个地缘的订单 随着一个疫情全球的一个解封 全球解封这些的一个订单 地缘订单会带来今年的一个获利的一个 获利的一个成长 还有新订单的一个抑注 所以公司派也看好未来的一个 三年的一个运营成长 那你先想看 公司派看好未来三年运营成长 股价会等到业绩上来再涨吗 不会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逻辑就是你怎么样去看见未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看见未来 我相信你都看到了 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现在还在低档 还在低档 那未来有大涨三成五成 甚至一倍以上的一个机会 大家想让大家传好 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或是加入标股系练定 那我就拿着过 成为我们好朋友 你就能够免费拿到这一份资料 前途市井第一波 主力标股完全攻略 独家限量100分 先抢先赢先赚钱 第一个你可以在线上登记 第二个你或是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线上礼端人员来做一个索取的一个动作 那么第二大的一个 宣估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懂得去找 今年产业前景最具爆发力 而且 而且营运成长动能 迅强的一个公司 也就是说 我股价股价估值偏低 我还没有完全反映它未来的一个成长的预期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之前带会员朋友所掌握到的一个东哥油点 你看最近的东哥油点表现多强 为什么会表现这么强 因为整个那个订单能进度都已经看到的一个后年 看到后年它不会等到后年才来表现 它一定什么 一定会率先动 所以你只要懂得掌握到一档对的一个股票 说真的你今年的一个资产要再翻一倍翻两倍 绝对不是问题 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能够把握到对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东哥油点我相信你也见证到 包括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金星科 当然东哥油点我没有叫你去追 那金星科我在等待机会 我在等待拉回 拉回低阶的一个机会 因为短线估值还是目前来讲500块以上算有点偏高 但是如果就中期来说的话 其实目前的一个股价并不贵 但是短线它估值偏高 我们知道未来的一个潜力空间很大 但是它有拉回的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等待什么 我们可以等待它的一个拉回机会 再来做成绩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选股的逻辑 我们先把整个产业的一个卖动 先把它筛选出来 哪些产业趋势是处于向上 哪些的一个产业趋势处于向下 向下的我们必开 哪些的一个产业是开始要去化库存 开始有机会落体回升的一个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雄的一个选股的一个逻辑 你都有一贯的一个卖动 当你能够掌握到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的卖动 说真的在台北股票市场上又何所赚不到钱 包括的一个这样 醋酸纤维素的一个材料KY 你可以看到大雄跟他分享的一个材料KY也是一样 这些的一个股票为什么能够连妹的一个大涨上来 原因就是什么 业绩会说话 业绩才是王道 但是现在这个股价大涨上来 它已经领先怎么样 事先反映到它未来的一个 营收的一个成长的状况 就像之前的一个航运内股 哇它事先反映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成长 框框长龙来到230 好多人就带你去追 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 结果怎么样 噗通下山下来 等到你看到营收数字非常好的时候 结果股价再也没有高点 股市就是这么的一个奇妙 这么的一个可爱 再来包括眼球的一个概念股 这个纳米1 这两个股票你看 它也完全比较不受景气的影响 而且大陆的解封又会带来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绘温 那公司也开挖出的一个 玉带式的一个人工水晶体 可以降低潜在的一个风险 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哇这两天的一个股价表现 相当的一个强势 当然啦我没有掌握到纳米1 我是代会没有掌握到大学光 那如果掌握到纳米1 哇两天两根涨停满真的是帅呆了 但是不管如何啦 但是你要知道 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脉络嘛 你要知道整个的一个产业 我到底现在的一个产业 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阶 只要你懂得做把握 说真的 近年台北股市真有赚不完的一个钱 等着大家一起来大转 我常说是珍珠就会发光 是好股就会发亮 只要领先别人 他就排在你后面 你怎么样来领先别人 来找大学兄就对了 所以在今天呢 今晚我想来点什么 在今天大学兄特别准备一份资料 前途市井第一名主力表股完全攻略 在这份的一个资料里面 我特别精挑细选三档股票 我常说股票不用多 做对一档做好做满 胜过乱买四档股票 所以你会发现大学兄特别跟其他表演型专家 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很多的一个专家为了做生意 哇买了十几档的一个股票 这些对你完全都没有帮助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当你选对一档好股票的时候 要懂得重拳出击 你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一个胜利 这就是我们带坏朋友一贯的一个操作的原则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一个 我们在带坏朋友做股票的时候 一定是持股几种 绝不散弹打鸟 带进一定带出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风格 那如果你能够认同大兄的一个操作理念 我真的是恭喜你 因为你可以发现到 就算市场上真正有钱人的一个赢家 他也不会买一大堆股票 你看巴菲特他会买一大堆股票吗 他不会嘛 他买股票一定 我这个买进就是几百亿几千亿 都是在我看准的时候 我就出手 我就出手 那么同样这一份的一个资料 我特别帮他金条细选三档的一个股票 这三档的一个股票 党党都是大雄精选 党党都是今年具有转机爆发成长体材的一个股票 如果你想要跟着大雄一起超前部署的投资朋友 这一份的一个资料 你务必要拿到手 你怎么样拿到手 很简单 QR Code赶快赞号一下 赶快赞号一下 成为我们好朋友 你直接在线上登记 或者是 你直接拨打这个电话进来 0223219933 你想要跟着大雄同步把握的投资朋友 这通电话你务必要赶紧把它拨通 那这一份的一个资料是有限量 独家限量 也希望能够帮各位带来大财户 这里面三档的一个股票 我认为少着三成五成 甚至有机会有些的一个股票 甚至有机会再有大涨一倍以上的一个机会 那么到底是哪三档的一个股票 想知道的一个投资朋友 自动电话一定赶紧拨通 0223219933 0223219933 9933 祝大家金兔年红兔大雅 兔来运转 荷包满满 我们明年同一时间见哦 拜拜 本公司以网职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就是你 是基本isan方式的运转 也订阅 对 我把浓江 你还在 你还在那儿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